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培亚是泰国伦皮尼超次重量级冠军 是和泰国著名的拳王七提菜 师出同盟 而同方呢 马格梅多夫呢 是来自于俄罗斯 这是俄罗斯锦标赛A组冠军 而且在俄媒传奇的擂台上啊 打出全盛的好成绩 一直是很不俗的表现啊 连续的拳法命中药培亚 一个是欧式提拳的打法 一个是纯泰拳的这个打法 这个 这两个打法有什么就是说功与克吗 呃 当然了相对泰国选手来说 可能摒弃了他的这个内围缠绑以及肘击的技术啊 可能对他整个技术体系上来讲呢 呃 做了一些一部分的限制 呃 但是呢 呃 我们知道泰拳选手很 好多泰拳选手对于自由搏击比赛的过程当中 呃 只要做一些稍微的试影啊 都能够打出非常不错的这种水平 但是这个踢拳规则这个 对于拳法的要求啊就多一些 我们看马格梅多夫啊 连续的这个组合拳法啊 宁度药培亚 这个马格梅多夫他的出拳的渗透力很强 是的 对 把这个身体的力量通过这个拳进一点 刚才马格梅多夫一个两个拳法啊 打的药培亚 腿一个发转啊 这个细节 一次非常明显的重击 我觉得作为药培亚来讲 你作为典型态势打法 应该拉开距离打单个的这种 呃 高质量的这种呃 动作 不要去跟 呃 马格梅多夫做这种中间距离拳法的对攻 是 他这个 踢拳风格的选手 哇 打了一个大猎牵 这是一个 刚才是马格梅多夫的一个非常精准的后手直拳啊 对 打药培亚往后后推了好几步 对 对 对 但马格梅多夫也许就是过于兴奋 然后以及高扫卡的 连续的拳法命中 耀培亚这个抗击大能力相当强 呃 中段的扫踢 第一局啊 耀培亚完全没有发挥出这种中段扫踢 以及单个中间距离直线拳法的优势 呃 管道队马格梅多夫连续的拳法打在神角 呃 现在耀培亚还是没有反过来 还是跟这个马格梅多夫进行拳法 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 刚刚这个第一回合中间放了一个慢镜头的回放 给了一个特效 哦 后手直接击倒 看这个耀培亚似乎对马格梅多夫的拳法进攻 没有一丝的防守的意识 是的 是的 其实耀培亚在之前比赛当中也是一个打法非常好的一名十九 可能是马格梅多夫克他 今天碰到马格梅多夫 我觉得马格梅多夫肯定是针对了耀培亚的打法 做过一些针对性的战术的安排 而且本身马格梅多夫这个拳法优势都很明显 好啊 又是一次击倒 二 三 四 五 我觉得呢 连续两次呢